美国出请失业金人数降至8个月低点 美联储撒鹰 汽车业罢工 政府或停摆 影响几何 周四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 美国9月16日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经济节调整后减少2万人 至20.1万人为1月28日当周以来新低 此前经济学家们预期22.5万人 前值22万人 加上稍早前 美联储9月虽然按兵不动 但暗示年内再加息一次 近日美股三大指数延续跌势 纳指线跌1.17% 标普500指数跌1.01%到只跌0.48% 从最新数据来看 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具有任性 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为1月28日当周以来新低 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数据 可能支持昨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关于今年还会再加息一次的论断 周三 美联储9月会议按兵不动 虽然维持利率稳定 但加强了鹰派立场 预计年底前进一步加息 货币政策将在2024年之前保持彼此前预期大幅收紧的水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 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 但供需状况继续趋于更好的平衡 此次会议 在经济展望方面 美联储大幅上调今年的GDP增速预期 上调明年的GDP预期 预计2023年GDP增长2.1% 为6月预计增速1.0%的两倍 2024年的GDP预期增速从6月预计的1.1%上调至1.5% 2025年预计增速持平6月的1.8% 2026年同样增1.8% 更长期预期增速也持平6月的1.8% 同时下调今明后三年的失业率预期 2023年的失业率预期从6月预计的4.1%下调至3.8% 2024年和2025年的预期均从4.5%下调至4.1% 更长期失业率预期持平6月的4.0% 另外 小幅上调今年和后年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 小幅上调后年的核心PCE通胀预期 但下调今年的核心PCE预期 自2022年3月以来 美联储已将基准隔夜利率上调525个基点 至目前的5.25%到5.50区间 值得关注的是 鲍威尔继续强调 FOMC坚决致力于将通胀率降到2% 在9月会议上 美联储保留2023年再加息一次的同时 将2024年的利率终点从4.6%隐含四次降息 上调到5.1%隐含两次降息 据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 2024年7月美联储或开始降息 中金研究表示 综合看美联储内部和鲍威尔可能也处于较为分歧和纠结的状态 未必有已经一个清晰一致的结论 还需要再观察未来数据 但两点可能相对明确 一、寄进加息概率和必要性下降 即便四季度再加一次 充分预期后的影响未必很大 二、降息需要更长时间 幅度可能也低于市场预期 除非出现系统风险或者大幅衰退 美汽车业罢工影响持续扩大 虽然上周初请示液金人数距降至8个月低点 但由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优的部分罢工迫使汽车制造商采取行动 因此接下来可能出现反弹 余欧上周对福特 通用和斯泰兰蒂斯发动了有针对性的罢工 每家公司的一家装配厂都受到影响 工会威胁要扩大罢工范围 目前受影响的14.6万名 余欧成员中只有约1.27万人身家了罢工 尽管罢工工人没有资格领取失业就寄金 但罢工已经扰乱了供应链 上周五福特已让600名为参加罢工的工人暂时休假 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集团日前也表示 由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罢工 以解雇数千名工人必预计进行更多裁员 当地时间20日通用汽车发表声明称 由于罢工导致零部件短缺 该公司关闭了堪萨斯州的一家装配厂 约2000名员工被解雇 被解雇的2000名工人没有资格获得公司提供的事业补贴 同日斯泰兰蒂斯集团表示 将在俄亥俄州暂时解雇68名员工 并预计将在印第安那州另外解雇300名员工 值得注意的是 申领事业经营人数数据 涵盖了政府针对9月份就业报告中的 非农就业数据对商业机构进行调查的时期 此次罢工不太可能对就业数据产生影响 因为罢工是在调查周结束时开始的 但下周将公布的事业救济人数 将为9月就业市场状况提供更多线索 此前报告显示 9月9日当周持续申领事业救济金人数 减少2.1万人至166.2万人 也是1月以来最低水平 续请失业金人数仍处于历史低位 提醒人们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紧张 此外 如果汽车制造业罢工持续 规模扩大 美国汽车产业乃至美国整体经济都将遭受不小的冲击 同时也将加剧美国的通胀 如果罢工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也将会加剧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风险不可忽视 美国政府还面临于10月1日关门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